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真的是越走越近 他们两边在南非展开三国的联合军演 而中国最高届的外交官员王毅也出访俄国 中国官方讲说王毅访问的目的是劝和促谈 美国跟欧洲还是担忧 他们觉得北京当局可能会进一步军援俄罗斯 欧盟就公开再三警告北京不要踩红线 而中国方面反斥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说是中国要军援俄罗斯就是污蔑抹黑 围绕在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国际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乱斗 现在才刚刚开始 就在俄罗斯总统普清下令挥军入侵乌克兰 令当地因战火而生灵涂炭 持续将满一周年之际 解放军却与俄罗斯军队在南非展开三国联合军演 展现中俄在军事上的密切合作 中共最高阶层外交官员王毅 更踏上俄罗斯领土访问 还可能与普清当面会谈 尽管大陆官方反复强调 王毅此行需要与俄方共同商讨 解决乌俄情势的和平方案 但在克里姆林宫口中的议程 却只谈两国结盟 只字不提和平两个字 两个专制极权而且资讯不透明的国家 在行动上已经越来越趋近 尽管一方嘴巴上高喊和平 但另一方的炮火始终未曾停歇 言行不一的作风让国际社会警戒持续提高 不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土耳其的时候 都不忘高度关注北京当局 可能会在乌俄战场上向俄方提供的援助 欧盟外交高官更直接警告北京 一旦军援俄罗斯就是踩上欧洲的红线 因此尽管王毅公开表明 中方将会有实际行动 来达到这个目的 北京当局也在周二由外长秦刚发表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呼吁全球各国寻求可持续的安全 透过对话与发展来化解矛盾冲突 但对于处在乌俄战争关联第一线的欧洲国家来说 人是满度的质疑 对于外界的忧虑和质疑 北京当局则反控美方抹黑污蔑 不但发表六千多字的报告指控美国霸权是引发世界混乱的元凶 外交高官更全面出动 连日来反复以点名和不点名方式炮轰美国 永远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好实力 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立即停止拱火交游 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 停止鼓噪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有些势力不想让和谈取得成功 不想让战争很快停下来 面对当前沃战局短期难看到终点 中国却又持续与俄罗斯拉近关系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这种互相指责怀疑与撕裂的氛围 只怕仍然将持续扩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